蔡英文首次承认有美金驻台外交部回应 据澎湃新闻 10月28日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在接受采访时承认 美金以训练为目的驻扎在台湾 并且宣称来自大陆的所谓威胁每天都在增加 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 汪文斌表示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在台湾问题上 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而不是自己单方面炮制了什么东西 我们坚决反对美方同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反对美方干涉中国内政 汪文斌指出 美剑近来多次在台湾海峡大秀肌肉 挑衅小局 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威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是谁在台湾问题上搞胁迫 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 两岸统一是历史大事 是正道 台独势历史逆流 是绝路 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 丝毫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 也撼动不了国际社会 普遍认可一个中国原则的稳固格局 凡是数点忘组 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 搞台独是死路一条 支持台独也是一条不归路 任何国家 任何人都不应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否则必将再次遭到失败 优优独播剧场上